鏡頭一轉,立即有我們的壓軸嘉賓 今天我們繼續邀請到南方東英資產管理銷售及產品策略部高級副總裁李日琳 Hello Hello,Katy,大家好 Hello 當然我們要立即跟進整個部署 說的是外圍市場,剛剛被人提到,越戰越勇 美股又做好,日股又創了歷史的高位 資產的配置,剛剛講完港股,當然要問你 事前當然要看資金流,知道你是最熟的這方面 不如分享一下恆子和最近你們的福子產品等等的現金流是怎樣 如果看回6月份,因為我們現在叫7月剛剛開局,下半年 其實6月份多了投資者用實物ETF,好像3033那樣去做部署 最主要是因為經歷了4月升到5月中 大家好像很開心說這個牛一來臨,是不是可以繼續看好呢 但怎知道5月20日之後,5月20日之後,恆子、科子都開始沒什麼力的情況 所以去到6月開局,投資者不敢說太過進取 他經常去補一些國股,或者做一些太多槓桿的好倉 所以變相,整個6月份的話,我們3033都有超過12億港幣流入 但去到7月開局的時候,都是見到以3033為主 反而就是一些槓桿反響產品,都有投資者少著,駁一下槓桿 希望就駁回反彈,上去萬八點都好 所以7226都是多投資者留意的 因為通常如果你說駁槓桿的話 都是投資者喜歡駁一些波動性比較大些 科子他們就覺得可以炒一下波幅 但是看過勢來講,好像最近恆子的走勢就比較強一點 始終都是有一些舊經濟或者資源類相關的股份托著 留意著,港財提及兩隻ETF的資金流都給了一些看線投資者 港財提及到外圍非常熱鬧 當然要跟進日股,節節向上 上星期觸及到41,100點的新高,是連升兩個星期 不過其實大家都關注,如果就算投資在日股方面 都擔心日元的一些波動都不可以忽視 不如問一問你,投資者如果投資日股的話 怎樣去避免一些外圍的波動 導致一個產生的價值的一個損益 我相信就要看回投資者的投資組合裏面 本身有沒有日股 因為本身我們如果說今年年初 都只是說三晚幾點而已 但是去到五月中、五月尾的時候 它又落回到三萬八以下 當時大家都會問,會不會是因為日元的跌勢已經止了 所以那個止了不肯升呢 但是你看到最近,雖然日元是繼續在疲弱的位置 我想觀眾可能去日本玩都很開心 但是之前就一直等著,日元一直躍下去,160都有了 為什麼還沒有創新高呢 是去到剛剛上星期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個升勢明顯就在那裡 看回近期那個升幅,比起你說港股 當然是做了很多 還有就要看回,其實原來日股那個升勢 都挺貼近美股那個升勢的 例如我們剛才一開始都說 熱美股創新高的時候 其實日股都有緊隨著那個升市的步伐 所以變相,投資者就說 咦,如果我現在升了那麼多了 才來追的話,當然就可能擔心一點 但是我們都建議投資者 如果你真的要入手日股市場的話 用住碼去控制風險 始終就升得比較多些 還有就是,選擇例如是一些實物的ETF 好像我們3153這樣 你就不需要說,咦,會不會怕 所以我相信拿得久一點 都會有些波動性在那裡 因為這些實物的ETF 適合大家可以分駐或者月工去收集 有人說,咦,不是的 我看到畫面上都看到了 我是一個短線而進取一點的 希望就是駁它破頂 然後再升多一層的話 可以留意我們的7262 至於剛才Katy你說了 有些什麼投資者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這些實物ETF 例如,像沃利3153 又或者這一批的共產品 它就沒有日元的對沖 所以變相,都要看回 BOJ日央行究竟接下來的加息進程 是不是真的會加息呢 以及那個縮減買債的情況 有沒有機會令到日元有所提振呢 因為始終我們現在都是用港幣 去買日元資產的 如果說日元終於肯升回來的話 變相,投資者不單止是賺股價 連那個匯稅都可以賺賣 畫面上三隻的ETF 適合不同的態度的投資者去部署 特別去留意一下 就是如果要小心一點 那個損益的影響 剛剛Blober也提到大家 去留意著什麼方向 最重要的是 大家最近都是要關注一些虛擬貨幣 講一下比特幣先 近日跌穿了五萬四美元 在見四個月的低位 以及德國政府近期持續拋售比特幣 再加上美國減息的時間表 其實都未算很明朗 以太幣的交易所 它的買賣基金ETF 又未能夠在七月初 在美國開始交易等等 都好像影響著這個虛擬資產的價格走勢 問一問你 你覺得這個現在的情況 算不算是幣災呢 我想想如果有留意虛擬資產的朋友 他們都會知道 這些跌幅 雖然你說是的 跌得多 如果你說量度股市 或者個股去看 但是虛擬資產 大家都知道那個波動性 相對都是比較高些 所以變相 我們五萬四十五萬六 這些位置 其實不是說未見過 只不過是這一輪的跌勢 一個比較低的位置 很多時候之前是投資者 可能說我上到七萬七萬一 甚至破頂七萬三的時候 不夠膽去追 但是跌到下來 現在大家也會擔心 那個跌勢何時會止呢 其實我想大家要看回 就是你這個虛擬資產 你是覺得需要是一個短炒 即是你短線 搏一下那個sentiment 還是其實你長線 都仍然會看好這些去中心化的資產呢 始終如果你說 我看一個非常之長線的話 其實這些適合投資者 反而是回調的時候 分住這樣去吸納的 再加上雖然你說 以太幣的現貨ETF在美國 未能夠真的如期去推出 但是這個只不過是一個時間的問題 它不是說現在不出了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說短線來說 當然那個氣氛 或者市場上部署的資金 可能會停一停想一想 但是後繼並不是說完全無力的 至於比特幣 因為大家都會留意 為什麼它那個回吐得比較多些呢 就是因為市場的供應 突然之間又再多出來 有一個拋售的情況 所以也都是有一些的投資者 或者是有一些的L股盤借勢 也都是會成績這樣出貨 但你看回這次就是因為突然之間 有一個的供應比較多了 比預期多了這樣推出來的市場 但是我們看回為什麼要留意中長線呢 就是說中長線來說 你以太幣的那個價格 或者是一些掘礦的那個供應 其實都會在fix了的情況下 接下來我們都經常強調的 就是越來越多不同的金融機構 或者是一些的家族辦公室等等 它們都會將虛擬資產 納入去它們的投資組合裡面 所以變相你說中長線來說 當然它們的供應就會是limited 有限了 如果你說需求其實好像保持著現在 或者是越來越多的話 始終對這個價格其實仍然是一個承托 所以變相反而如果沒有貨的朋友 我建議大家 當然你要看回你的風險威納程度 用駐馬去控制風險 就不要說現在好像便宜了 一次過這樣湧進去就不好了 反而就是你月供或者是分駐去做 還有就是留意你想多買一些比特幣或者是以太幣 其實我們都有兩種不同的產品 例如是3066就是比特幣的期貨 3068就是以太幣的期貨 而且藉著這個事件 都可以給投資者了解到一些平台的風險 建議投資者減花一些手規管 還有就是那個流動性比較多的一個底層資產 對於它們來說相對 你說投資這些這麼波動的資產 當然要穩化一些 叫做穩陣一些 或者交易對手方風險比較低的產品 剛剛都很詳細地分析了 最近所謂的幣災其實都不是幣災 如果我們再放長遠一點 我們接下來有些什麼趨化劑 可以令到我們這些虛擬價格 接下來會有一望的升幅 我想相信剛才都有提及到 就是那個叫做那個demand 那個需求端 其實我們都見到越來越多 因為香港你看到無論是一些期貨ETF 又或者是現貨ETF 現在投資者的接受程度都越來越高 或者叫做起碼我願意肯去了解 至於說看回美國那邊 除了這個比特幣現貨之外 接下來都會出賣這個以太幣的現貨 以及都見到很多的大行報告 其實他們都有cover到這個虛擬資產 或者比特幣的走勢 我們之前都有講過 為什麼大家都這麼提號 可以衝上去10萬美元 就是因為都會有留意到 如果你說那個需求端一直都是增加 不同的金融機構 銀行都會去接受這些產品的話 其實越來越多 或者受眾越來越多 投資者越來越多 令到你本身比特幣是一個有限度供應 就是大家好像買黃金一樣 都是有限度的 所以變相 有時候如果那個供應有限 投資者想要去買的話 自然要給一個高一點的價錢去買 所以亦都是接下來 你說中長線都會是一個理好的催化劑 至於你說短線 可能真的要回調透一透 大家如果沒有貨 不妨就是這些時候分注吸納 又或者我真的等它跌定 再升上去的時候 才再去保處